台湾抛出4700亿造舰计划 首次公布将造直升机航母 首次美台国防论坛于5月10日在高雄举行 此次论坛将围绕台湾防务产业发展的三大主题 包括造船、资讯安全以及航台工业展开 与此前高调宣布非常不同 会议开得非常低调 有消息指出 此次论坛不仅没有美方官员来台 各大军火商也不会安排高层级代表与会 而只是派出在台的代理人了解台湾厂商及军方的需求 可以说美方与会人员的层级相当低 虽然美方代表于5月5日晚已抵达台湾 并于7日与蔡英文见面 并走访了防务机构和相关业者 但台湾方面对此事也是低调处理 有台湾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蔡英文方面对于此次论坛希望不要踩到大陆红线 不想激起大陆的过激反应 致使未来无法继续在台举办美台国防论坛 台军方派发4700亿造舰大饼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5月9日报道 由于蔡政府积极推动国防产业 军方官员推估 一政府已宣布计划 国防大饼至少6000亿以上 这也是各国军货商齐聚高雄 参与论坛的真正意图 根据主办单位提供的出席名单 赴台与会的国际军货厂商 包括美、英德、日、巴西、印尼等 共约20余家 合计台湾厂商既有百余家与会 出席人员约250人 美台国防论坛主要是以美军货厂商为主 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英国航台等 国防大厂军派员参与 不过 美方并未派政府官员出席 台军方则是由防务部门副首长张冠群上将代表 在当地时间5月10日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上面 台军方在当地时间下午 首度透露出预算高达4700亿台币 约156.7亿美金的大造舰计划 机程从2018年开始至2040年结束 此案跨越领域极大 除了已经曝光的自制潜艇 先进神盾巡防舰 两栖船物运输舰红运计划 和量产型多功能模块化巡逻舰 700吨等级的驼江舰改良型之外 首度揭露了先进主力战舰 两栖直升机运输舰 和特种舰艇等船舰的建造计划 值得注意的 是台军首度正式揭露未来主力战舰的构想 由台船公司主导 整体排水量约为7000至1万吨左右 全舰采逆踪设计 具备美制MK41导弹垂直发射器 和台中科院研发的绚联作战系统 以台自制的相卫阵列神盾雷达为核心的新一代主战舰 预计在2030年后陆去泰换台海军 现役的既得级防空驱逐舰 总的观点是台王版神盾舰呼之欲出 另一个让人注意的 是台船有意在2020年 洪运计划两栖船务运输舰之后 继续研发具有全通式甲版的直升机运输舰 此种准直升机航母的设计 目前台船提出了类似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的双舰导设计 未来发展衍生空间颇大 一旦台湾向美国恰购F-35B型短场起降战机成功 最快2030年左右出现的此种具备全通式甲版的运输舰 将摇身一变成为轻型航母 在台湾建造两栖直升机登陆舰包藏获勤 一文中笔者就曾断言类似日向号那样的 直通甲版运输舰才是台湾的最终目标 论坛层级低调 但危害更加严重 以前台湾与美国类似的会议都是官方对官方 相当于产品订货会 有啥产品就得买啥 几乎没得选 且受到中美三个公报的制约 而这次军火商与台湾军方或者企业直接对接 即相当于厂商与用户的洽谈会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向厂商提出要求 由于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 台湾军方可以获得一般很难获得技术 比如制造潜艇关键设备 而对此中国大陆只能抗议 因为并没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 正如笔者此前曾说的一样 美国将更多的通过商售的形式武装台湾 增强台军以武剧统的能力 对此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aturally对此 MR到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也都 reliable 手背后 您没有关系 两转划 你 最 dic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